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继续学习金奖弟子归 继续学习金奖弟子归 继续学习金奖弟子归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大家不要离开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金奖弟子归 金奖弟子归 我们学习最该学到的是什么呀 是德行 修养 人格魅力 你看 古人造字非常厉害 人字一撇一捺 一撇为站起来 一捺为蹲下 能站起来又能蹲下 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伸能屈 方位圆满 就像我也告诉大家一样 对不对 我们男的也好女的也好 都要能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该学的都要学 没有谁该该 谁不该干 能者多老 能者多老 因为家是我们的 不是个人的 不是个人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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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 能生能屈 方位圆满 还有另一种理解也很精辟 撇开一些就不苦了 做人能放下一些东西就可以轻松很多 耐住一切就成功 能忍常人 所不能忍受的 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最近还在研究舍字啊 舍字了不得啊 舍字上面是一个人字 下面是一个王字 底下是一个口字 人代表面子 王代表权力 口代表嘴巴 我们不光是 要能舍到我们的面子 还要多学会 弯腰舍弃权力 还有这个口也要舍 我们现在有些人说话 尖酸刻薄 说话嘴都臭 我们要懂得 夫妻口臭容易导致离婚 手足口臭容易 导致大打出手 对父母口臭容易导致父母寒心 这都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可怕的事 所以说啊 书父的书子怎么写 问问大家 书父的书子怎么写 什么样的人最舒服 大家想一想 我看大家听没听过 我讲那一块 书父的书子 舍得给予他人的人 才能过得最舒服 越是计较的人越不舒服 对不对 书父的书子是舍得给予 舍得什么呀 对不对 舍得给爸妈妈妈 舍得给丈夫 舍得给兄弟姐妹 舍得给妻子 舍得给孩子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们给孩子的时候最舒服 大家有没有注意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给孩子最舍得 最舒服 孩子说爸爸妈妈 我要件什么衣服 马上给孩子就去买 我们还很开心 爸爸妈妈 哎呀 我要买玩具 做父母的 马上就给孩子舍得买 买了还开心 忍不住就想给孩子 穿好的 吃好的 用好的 对不对 本来这个书包 能用两年 我们每一年都给孩子买个新书包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那大家今天舍得给孩子 能不能转过身来 舍得给父母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 今天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舍得给父母 我们今天看父母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今天的所有东西 也是父母的 你赚的钱能主动给爸妈吗 我们会想爸爸妈妈的房子 想爸爸妈妈的存款 想爸爸妈妈的退休金 想爸爸妈妈的所有所有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 发了工资 买了好吃的 我们今天 领了奖金 有没有想过 这也属于爸爸妈妈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不是 所以说 舍得给予他人最舒服 就像昨天有个人给我说 哎呀 秦老师 我有时候看你不停不停的写字 你现在怎么不写字 我昨天给他也没怎么说 我最后给他讲了 哎呀 我说我给人写字 不是我想写字 对不对 是因为有的地方 他需要我捐钱 我多写点字 卖完以后可以捐出去 就这么简单 现在不写字 不写字的原因 因为没有人需要捐钱了 人家没找我 人家说了 哎 不需要捐钱了 我也觉得我在那边写字 写几个小时 我腰也痛 手也痛啊 对不对 我也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那没办法呀 是不是 我受信用大师影响 信用大师说了 我不偷不抢不骗 不用信徒捐钱 干什么呀 我写字卖书 我卖字卖书 我想捐多少捐多少 有能力多捐 没能力少捐 我也是受信用大师影响 有能力多捐 没能力少捐 你包括人家问我 说秦老师 那你不要义工吗 我就说了 义工 也要吃饭呀 义工也要养家呀 义工也有自己的父母啊 也有自己的家人啊 他们需要生活呀 对不对 我们过去用过义工 义工想来就来 不想来就不来了 没办法 对不对 没办法 我们现在的 不招义工 我们今天来我们 千德红院 来我们的这个德有经社也好 来我们基金会也好 工作的 全部是发工资的 我们这边人也不多 凡是来帮忙的 都给人家发生活费 发工资 为什么呀 人家要养家呀 有成本啊 凡是违法的 表面看着成本小 但是路就走死了 凡是踪迹守法的 表面看着成本大 但是路越走越宽呀 路越走越宽呀 就像别人跟我说 啊 秦老师你怎么指我平台 一号变到第二号了 那没办法 为什么呢 就是 哎 邀请个义工 义工帮忙呢 最后呢 违反了平台的规章制度 人家平台限流了 我们只能换个号 没办法呀 是不是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好像义工不需要吃饭 和尚不需要坐车 讲传统话的都应该免费 他就忘了 做什么的人 都是人 是人就要吃和拉萨 是人他就要生活 是人他就不可能 和空气呀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学偏了 都学偏了 就像我也告诉过大家 有人见我以后说 哎呀 秦老师你还结婚了 吓我一跳 他说因为你结婚了 所以我不听你讲课了 吓我一跳 我说我结婚与我讲课 与你听我讲课 又有什么关系 他说秦老师我告诉你 对不对 哎呀 我有了学习以后 我跟我老公都疯疮了 我们听完无语啊 我们跟这些人 没必要辩论啊 对不对 哎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不是错了吗 你看我们这块说 你见过土地爷 我讲神话故事呢 你也可以说你见过老子 见过孔子 对不对 所以说别迷信那些东西 对不对 别迷信那个东西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 都没有用 我们 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还是靠我们自己 还是靠我们自己 很多人就这么学骗了 你没办法呀 你跟他交流不了啊 对不对 你跟他交流不了啊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大家今天 一定要真正清楚和明白的 是不是 所以认真去学习的过程中 不是越学越迷 不是越学越少 越傻 而是越学越智 越学越有智慧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学习 弟子归的时候 一定要深入 一定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不光要学习 更归在落实 推广 我们去任何一个公司单位 一个组织 一定要抱着学习态度 实在不行 你可以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变动 没必要生命不息 调查不止 我们今天要求自己学习 家里人谁不学都没问题 你像我一样 只要求自己 我经常也告诉大家了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乐得做小人 君子特别开心做君子 人家小人也特别开心的做小人 对不对 那别人没办法 你管不了他 你管不了他 对不对 我最后也总结了一句话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对不对 人家好人是好自己的 坏人也是坏自己的 人家又不坏你 我们没必要去评论他了 他今天违法了 有警察 他今天犯罪了 有监狱 对不对 我们今天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 只需要管好自己 就不会危害别人 我们今天把别人没管好 把自己又没管好 惹麻烦啊 真的是惹麻烦啊 我们想想 是不是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宽为宪仙仅用功 功夫道至色通 很多人说了 弟子贵不明白 很多人说了 哎呀 我看书 我看不懂 那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了 宽为宪仙仅用功 功夫道至色通 这一句话讲的就是 我们在制定学习计划时 时间不妨宽松一些 但实际执行时间 就要加紧用功 严格执行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时间 不要浪费 完完全全不要浪费 对不对 一天都是24小时 你们也24小时 我也是24小时 大家有没有注意 一上午时间 我们稍微不注意 刷个短视频 刷个短视频 我们就完了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上午就完了 随随便便聊个闲天 我们一上午时间就完了 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呀 抓紧一切时间 学习 学习再学习 对不对 不要浪费一点生命时间 一天时间就完了 大家想一想 马上8月15了 我们今天想什么呀 是不是 年怕中秋月怕半 年怕中秋月怕半 每一个月到15号 一个月就快完了 一年呢 过了8月15 呼呼呼呼呼 就到过年了 对不对 我们过完8月15以后 是不是剩了三四个月 就到元旦了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的经常多的时间 全部都是 我上午要是 有开会的时间 有学习的时间 就讲不了课了 一般情况下 就有时间 上午讲课 我下午不是写书 就是写字 要不就会课了 有时候晚上呢 还要参加一些活动 有时候公司有活动 又要让我参加 有时候是开会的活动 必须要学习 你像我一样 去中央社院学习 本京社院学习 还有昆明大校学习 就没有消停过 每天的时间 几乎都是忙忙碌碌 时间不够用啊 早上呢 送孩子 跟苏老师一起呢 吃早餐 约定大家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去讲弟子管 我在一个单位上班 至今18年 没有离开地方啊 从普通员工 从普通员工到什么呀 从普通员工到现在 从普通员工到现在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想想 是不是这样 那就快得很 很快很快就过了 很快很快就过了 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抓紧 所有所有时间 不浪费一点点时间 认真去学 真的一起认真去学 我过去普通员工啊 现在都到高层了 我们今天想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生命时间不要浪费 要制定学习时间啊 就像我们大家讲一讲 我们今天如何学弟子管 如何去落实 如何管孩子 如何陪父母 如何工作 相结合 对不对 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学啊 不要浪费生命时间 你就像我一样 在一个单位待18年 业余时间讲春农文化也18年 到现在为止 一晃18年过去了 我找了一个2001年 我们姊妹三个照的照片 我昨天晚上问苏老师呢 2001年 希望那个是错的啊 那个是错的 2001年到现在 应该是21年以前了 21年以前 我那个时候 才多大 我那个时候才21岁啊 我今天抽时间把那个 把那个照片我发出来 大家看看 我那个时候的我 孙文慧宁我 我的工作是什么呀 销售啊 我做销售的啊 开心快乐 别着急 耐心等待啊 耐心等待 很快就给大家发了 对不对 啊 关关之州啊 现在全是网络办公啊 因为一庆以后 全是网络办公啊 中层高层以后 都是以开会为主的 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要真正懂得 哎 和明白的事情啊 啊 一定是明白 哎 一定要懂得啊 我们今天看看这一块 是不是这样 宽为限仅用功 功夫道致色通 这句话讲的是我们在制定读书学习计划时 实践不妨宽松一些 但实际执行持久 要加紧用功 远格执行不可懈怠偷懒 不可懈怠偷懒 日积月累功夫就升了啊 我们今天学一本弟子规你学40年你算算 你学10年你想想 你得多厉害啊 我一本弟子规我告诉大家 我到现在为止这一本弟子规学到现在学了12年了 弟子规我学到现在学12年了啊 弟子规里面我就践行一个校道 哦 骗子把你骗了三万你一点没气啊 那骗的太少了 你有骗的钱你给你爸妈给你们给过三万 对不对 怎么能学成那样呢 我们对骗子一定要下手过狠 该报警报警 不然他除了骗你还骗别人 对不对 怎么能这么说呢 被骗子骗了啊 这个三万你一点都没生气 好像你很大方一样啊 这种学法是有问题的 这种学法是有问题的 法治社会嘛 对不对 我们不能这么去做啊 你该报警啊 你妈被骗了一大笔钱 该报警啊 一定要报警啊 你被骗了27万啊 报警啊 不然的话这些骗子 他会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骗越来越可怕 一定要去下功夫 一定要去下功夫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是不是都学偏机了 哎呀 放纵坏人肯定不行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的啊 对恶的东西一定要报警 你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还会继续害别人 继续害别人 对啊 你纵容了他们 非常可怕 你看一片被骗27万 被骗几万的 对不对 哎呀 大家现在挣钱都不容易 啊 被骗了200多万的 你老公 你们家太有钱了 你们家太有钱了 还估计都都以为吃亏是福 那不叫吃亏 嗯 啊 炎格之心不可懈怠偷懒 日鸡月累功夫优身 原先我们不懂的地方 自然就能明白 所以用功日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烟 则重物之表里 精粗无不到位 而无性之全体 大耳无用不明也 这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老公被骗了68万 报警 找律师 报警找律师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代人比较可怜 经常不会计划时间 导致阴阳颠倒 白天提不起精神 晚上经常熬夜 透支了身上的养分 导致胃老先衰 甚至很多年轻人生病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想想 就是这个道理 我经常在讲 盲子太快了 太盲了 就给我们自己挖了一个木壳 这个筷子 是一个树心旁 盲也是一个树心旁 树心旁一个王子 对不对 我和一位非常出名的中医医生聊天 我问现代人为什么年纪轻轻 得癌症如此之多 这位医生讲了 现代人生病 生在一个筷子上 他现在人太快了 做任何时候都不知道缓慢 我们今天想一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完完全全凑乎了 完完全全凑乎了 这位医生讲了 现在人都都快了 为什么 现在快餐 对不对 什么都是快 现在快餐多流行 真正要杜绝 他就说了 我们今天吃饭 最少一口饭什么 嚼30秒 唾液自然深处 就会养人 我们今天开快车 吃快餐 走快路 慢不下来 你快也一天得24小时 你慢一天还是24小时 我们关键是把身体不要 损害了就行了 对不对 稍微慢一点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真正的要明白 真正的要明白 我还是那句话 法治社会踪迹守法 我们今天受骗以后 拿取法律的手段 来保护自己 完完全全拿起 法律的手段 来保护我们自己 还有市长热线的 对不对 有太多太多举报电话 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要成为 这个社会的浩然正气 让骗子无从下手 今天我们对骗子的放纵 就是为了害了别人 任何时候 管好自己的钱 管好自己的钱 保护好自己 比如不要去上当受骗 能改变我们自己的 除了我们自己 只要不贪心 就不会被骗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明白 现在人笑都不自然 很多人是皮笑肉不笑 什么原因 工作压力大 他们甚至感受不到光照的快乐 体会不到自然带来的快乐 现在游乐场特别火爆 人们非要在那些惊险的游戏中 刺激自己一下 才会哈哈两声 平时笑都笑不出来 大家现在看到我这个直播间 2022年 9月7号有日期 这就是我的直播间 这就是我的直播间 大家不要走错了直播间 上当受骗以后 大家记得要去报警 现在有很多人 以我的名义在网上行骗 骗粉丝 骗着骗着 骗那骗那 对不对 我刚给大家讲了 我从来不信风水 不会给人算命 更不会算卦 更不会化福 没学过道教的那些东西 再加上我只相信 我命有我不有天 我告诉大家的都是 夫妻恩爱远离邪淫 孝敬父母厚爱手足 凡是大家上当受骗以后 大家去报警 我在直播间里面 在很多地方 已经声明了很多多了 声明太多次 太多次了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们一年也下很多很多 律师汉 但是呢 成效很少 什么原因啊 有人支持他们呀 我们要支持正版呀 我们要尊重支持版权呀 很多人不是这样 所以 骗子有机可乘啊 我也都无语啊 没办法呀 对不对 大家呢 多多帮忙 不管怎么样 都不要上当受骗 只要大家不乱花钱就行了 对不对 只要不上当受骗就行了 嗯 想学我的课 我的课全网都是免费的 我的课全网都是免费的 大家记清楚就可以了 大家只要记着我的直播间 都有日期 你看现在就是当天的日期 2022年9月7号 当天的日期 我经常跟朋友在讲 弟子归不光是一本书 还是一位恩人啊 还是一位恩人啊 也是一个老师啊 他会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少犯很多错误 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人生计划好 不要天天什么事都做 还装出很忙的样子 人生真正干事的时间 也就30年而已啊 出生到20多岁 一直到上学 20多岁以后才开始工作 50多岁到60岁就退休了 体力就不足了 就渐渐的支持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对社会国家 对自己家庭 多做着贡献啊 多做着贡献啊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要明大的事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心有疑随杂记 旧人问求缺义 心里面 对不对 有疑问的随杂记 旧人问求缺义 这句话讲的是求学问当中心有疑问 应当随时做笔记 一有机会就向良师一有请教 务必明白他的争议 现代人比较爱面子 不懂装懂 还要乱讲 而且为了面子 一直在做损害自己 人格的事情 损害自己人格的事情 我们不懂就不懂 一定要向良师一有 诚恳的学习 良师是我们在世间 可遇而不可求的老师 可遇而不可求的老师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他教给我们的都是真切的道理 良师能够用亲情去教育 用行动去影响我们 一有呢 一定会劝你 孝亲宗师 对家庭负责任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大家要知道 你包括现在很多人 冒充我的直播间 用特效 对不对 用变身 用很多很多东西 就给你盗用了 包括我的直播间 现在有日期 他也可以把它裁掉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只要我现场直播 都会贴日期 大家看到当天的日期 就是真的 至于我们这个直播间说 看到不清晰 没办法 这手机时间长了 用了好几年了 手机质量不行 所以你看到就有点不清晰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成因成义没有义工 我们从来没有邀请过义工 我们的义工 没有著名的 没有著名的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米阳光 两个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 要是真明白 真懂得以后 我们今天有疑问 怎么办 多去看呀 你多去看呀 你把地子归 对不对 第一遍看完以后 我们有疑问 多看几遍 书读百遍 奇异自明 我们读久了以后 就变化出来了 完完全全就变化出来了 是不是 完完全全就变化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